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白天 今天嗓子不大好 但是呀开始我们的一个实体建模教程继续的 好 那个今天画的是就跟Vano那边一样 就是说我会把smash这几个产品给画一下 因为它的曲面比较特别一点 就是说你看它我们从顶下这个smash toaster top 就是说我要那个顶次图吗 你看到它不是一个正圆形 能看到吧 那这时候呢 这样子 然后我还需要那个测 当然我已经储存了 然后你们再来选一个那个点多了 然后也没事一样 反正toaster啊 我电脑点卡啊 是这样 然后再把这张给要了 两张啊 一张测试一张正式 然后这时候呢 先把那个PS打开一下啊 打开一下以后 呃对 然后把这个图里放进来 然后按C修剪一下 就PS里面啊 呃修剪一下原因的话啊 你们也懂的 其实就是为了那个 对 然后呢 Ctrl shift加s 然后就paint top 然后就选择one 对 其实就是要那个图而已啊 然后这个这时候PS我们就可以关掉了 那这时候我们直接开始画吧 点一下这个part 啊 tobview tobview呢 我们ctrl加8 sketch 好像没跟大家讲过怎么去插入那个图片对吧 那这时候刚好教一下 但是sunyverse导图没有那个vino那边那么方便 啊tombs 然后那个sketch tombs 再下来sketch picture 因为这个我真的sunyverse 呃对 因为c那个心里我是用过中文版但sunyverse我是真的没有用过啊 然后这时候那个我另外你们应该刚也看到开个淘宝 然后这个不是什么业配啊 我是为了看一个东西对198 乘300310然后乘那个195 然后他应该长度是那个大家一个是高度一个是宽度对 那最最大那肯定长度没310啊 呃应该是啊310他那就310的长度啊 因为反正他这个打出来反正就是整张度就310 反正张度有宽度说为什么要这么拆 像我安伦你是直接他没有那么多限制 那像sunyverse和这个限制会比较大一点 这就是一个问题所在 然后点一下然后打啊那一个那这时候我们那个底图有了吧 对吧那这时候我们该干嘛呢对的 哎我们需要画一个那一个 哦先画个中心线吧可以吧 然后我因为然后横的再来一遍呃 for construction呃对反正也是一样啊就是为了定个位吗对吧 呃那这根线然后跟这个点对吧 97是吧9797吧反正他是一个整数啊 呃你们可能跟我的数字会有点偏差这个是很正常的啊 这个就157吧好那这样子还是ok的 那这时候怎么画呢对可能是大概在我现在画这个位置对 就是说他这个东西反正啊还是用这种曲线吧我我我通常是我比较少这么画 因为啊对反正你我没有这个方法吧 因为我本来是想用那个三点曲线嘛 然后把那个给就你懂的就把那个给画出来这样子比较简单啊 好那这时候ok了三点曲线给画了对吧 呃然后再慢慢倒下倒算 那这样子更规整一点 那现在这样子也行我们把那个tangent吧反正就是把这几个tangent然后 然后啊对你这几个啊tangent是为了说我到时候镜像的时候吗 他是一根直线啊连接在这里啊啊 tangent一下啊然后怎么想还是可以的这样子的话我们 再把这几个点调啊像一点啊就ok了啊 然后这时候你们也懂的就是镜像然后把那个 边给那个倒一下啊然后好两边ok你看到点偏差没有关系啊 这个不用管他啊不要那么强迫症啊你这样子会 你就是说我们大体的一个比例先抓对抓对了以后对吧我们再来说画别的对吧 然后这时候你们看到就157可能偏大啊不没有关系我们再画吧 那个对哎也没有没有必要你你如果说啊我又要那个什么多少怎么就是说啊我要多精准什么的 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你没有个画过图你画你这样子对吧 哎对他那个我们再下来他他配对吧他配的时候呃我们这次要开个比较高一点的这个 高一点的这个对一个底那我们到可能需要参考一下198是吧那出开了那我可能就减去24那肯定是 我170吧好吧大概算下160170这样子好吧 160吧等会看一下这个尺寸反正我们再进行个调整吧好吧 我现在先弄一个160的然后呢炒图炒图以后 炒图然后应该是这个才对红头加8炒图啊我刚应该点错另外一个面好的 然后这时候下来的时候哎你看那就是呃其实呃对这时候话其实有个方法会快一点就这样子 然后对但是我们选reverse就是说往内往内一个方样啊呃 20 好那个你看其实还是有差别刚才突出啊但没有关系我们要求啊这个我们情人要一个完美的比例啊精准的比例啊 这个是我们要优先的一个追求行吧能能懂吧这个意思 然后呢这时候我们点看我们的一个又前视图啊前视图这时候啊好像不是在正中了对吧 那不在正中了那我们就需要怎么样啊其实我是好像spread这个功能啊那这时候不在呢没有关系我们还是要这样子 选一个reference啊不是啊选我们选我们的一个second reference我们选首先第一个front plane第二个选那个second reference选的这个点吧可以吧好 选的线的话他要变方在那选的点的话他就会在这个面上面啊因为有时候基础面我也喜欢说很规整这样子的但是啊怎么讲呢 sonrest的他这个限制实在是太大了那就对那这时候我们有了这两个prane了对吧但是我想把它隐藏一下对方便我看到这条线 这条线主要是为了那这时候我需要还是要导导导入了我们刚刚就是tunes再来导入一遍sketch tunes sketch picture对然后这时候把我们测试图给导入进去啊 那这样子我们分散top的一个尺寸其实都是完成了已经有了那这时候呢他我们需要是怎么样就是说这个尺寸我们肯定要调整一下对吧 调整一下一个大小这次就大概一个调整就可以了不需要说太精准什么的就大概啊这个位置我们大概知道从这个位置然后到 嗯反正保证他远比你久OK啊那这里肯定是说有点小平沙这正常啊反正就呃差不多哈反正就不要太纠结这个东西 我觉得是啊然后这时候再下来再一条线吧我觉得两条线会好点啊好像啊我点错了再来一遍OK有二三四哎上面的一个对啊好那这样子OK 然后就这样子反正就远我们远着他这个来走吧好那这时候下面就要先明显出一点问题了那对我们要不要这样往这边走我们要这样子好又需要一条结构线了对啊送了的每次最麻烦就这个东西啊呃如果能把啊对 当然他的模型其实我画送了这么久吗很少出问题的这这是事实就有好有不好的这个东西啊 反正就是啊现在看大概是这样这个曲面那肯定其实呃有偏差有偏差但是呃这个主要是教你我画的一个方法了我就不不不不这么纠结去说去搞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的话我就大概调一调吧反正你们最后如果自己画的时候再好好调可以吧没问题吧能懂吧啊然后就大概好像是这样子可以吧 啊哦这个说短一点吧这个啊反正我大概看起来像一点就好了啊我要去不是很高啊不要上下键就好了啊放心吧就这样吧啊 哇你说啊这线太清楚你很累啊然后用回去我们feature spread这些功能啊然后这时候选择我线圈的吧选择我们两个的圈啊 这样啊啊不对应该是那个loft然后对loft呃对然后再这样子选择我们两个的一个线圈然后这时候选择guide curve就说要那个我们的一个线那个线的一个走位啊然后这时候这样子啊打勾嗯看一下一个怎么样啊首先一个我们简单点来说啊外面这个肯定是不太像的这点 我也承认啊这个肯定那我们进行一个调整可以吧然后这样子啊 ctrl加x啊不是我们第一个改的不是这个上面的时候我们可以趁机改一下啊上面这条线啊这个对反正就是说修改吗对吧这个很正常 上面是有时候就很多时候到现在我都没法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说 呃 22是吧那我再大一点吧可以吧24吧 这样子效果会变明显一点就说我 要一次到位的话真的需要很多的时间去备课啊当然我不是一个这么勤快的人这是一个问题啊这是这是我的错啊 然后这时候下来的话就这样子哎哎好吧我再重新再来一遍吗这包选我把洛夫那个全部顺便给删掉 然后我们就重新再来画吧可以吧那这样子我们一样的然后我先点一下sketch sketch然后这种曲线吧或者对这种曲线然后就这样子点上以后就三三个点吧私下三个点能不能画啊 然后垂直然后还有这个点这一边的话反正我选一下这个小双角然后一样给把水平啊那这时候下来的时候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对把这个给调下来这些反正上的时候有时候这个 都就是这个地方比较傻啊就是啊然后这时候发现我们好像有一个你还是不顾你面对没有关系我们再回去再调一遍啊先把这个草率的推出出去先不用管他然后 然后因为我知道还要再调反正调到那个点下这根是哪一个啊先他是这个那 嗯24不够那就我们再小一点吧干脆就是嗯24不够干脆就 25252526278吧 那是278吧可以 然后我们再回去那个草图啊 放出下巴回来这边啊 那这边时候这个点就站上这个站这个点就可以了 好这次回来应该就精准多了啊 好再下来我们就 ok啊 反正大概差不多吧这个曲线如果你们想再挑我觉得就啊 你们再画时间慢慢自己挑吧我就啊我就不弄那么多了这个钱我觉得就 因为弄这样曲线上人说的话这个真的很麻烦很很费时间真的是 所以有时候像这样面我是不太喜欢用他来画啊大概这样子吧好像有点取但是嗯这个曲线明显不行了这 哦行吧大概这样吧啊那个推出啊然后这时候啊这样吧然后再来画一个再选一个sketch再画一个我们就两个那就啊直接选这个线 然后呢我们选这个啊然后比如说啊不对应该是这里先画一条中心轴啊这一个从中分的一个地方找一找啊应该是对这里然后我们选 选那个中心轴对吧然后呢放construction以后我们选择一个东西来镜像啊选择这个东西啊啊好像不能选他是吧啊不对 对然后选择然后选择了我们先这样子offset然后选择这个线然后00然后这时候我们就这根线了那这根线我们再来一个镜像啊啊 好这个线好这个线然后对然后也是啊好吧这偏了那就是说我中心轴肯定是错呃中心轴应该是可以啊好那就这样子就ok了然后这样子就有另外一根线那这时候来我们的一个loft 那loft的话我们该怎么样了对我们先选择我们的上下两根对上下两个路径我选上也会选择一边啊然后这时候你看对这边都是滑过来所以为什么我还是构建另外一条线原因就在这了你看到如果我我sketch4不选你看到刚刚就取下去的哈 因为我中间我也试过几遍了哈就这样子一个情况然后这时候ok了是吧那ok了以后那我们就shake啊shall我们shall直接上下shall然后就厚度可能就是我们给他一个五五五其实应该正常是0.8但是我觉得0.8的话呃很那个就是说看长片时候会看很累对我们给他一个二吧那这时候我们回去看一下啊这个就不用了这个就不用了现在 我们看一下好那个外壳我们就有了对吧那有一个外壳的时候那这时候还要干嘛了对的我先把下面这个底座给画了吧 好下面这个底座我们画了也我们该怎么画了对那爱爆上哎我点选一下这个面啊选一下这个不是这个loft的这个面对然后选择sketch 然后control加8啊然后这时候我们有这个面对吧那有这个面我们只要做一件事情对就抽取这个线 啊二三对然后出现这个线以后打勾打一下勾然后呢再怎么样对拉伸然后拉伸的话他这一个通常是是这也是一厘米对吧啊我看下应该是我们给了我反正我我我就目测了我这我真的就目测了然后25吧好像25 啊那就25吧可以吧好然后下面这个啊不好意思还有一个东西对不要不要merge 就说不要不要把那个并和并和也不要并和以后吧对吧那里面那体那个线我就不画了啊那我们就先那一个看我看一下啊 两边然后他左右啊这边是按钮然后另外有没有另外一边看了如果没有一个实体版真的很麻烦呢有没但是啊就看到那后面还有一个托盘那在上面那不用管那我们下面在那个我们先把一样给他抽壳抽壳以后呢就这样子 2ok好也是要那个抽完课以后 然后我们再回来哪一个正中心的一个控制加巴啊公家巴的时候呢就我们一样那个我们的102让我们炒图对 然后这时候继续让我们那个sketch tools sketch tools 进去导入我们的图片啊这是要我们一样要我们的测试图啊 然后测试图倒下来说对其实要的就一个东西就是他下面这根曲线其实就是啊 其实就是这根曲线了那啊反正大概我可以这样子先放一边然后怎么样的对描出来就很简单的这个其实要的我们可以只要把这个东西给描好就可以了或者对我们把这个或者不用其实这条斜线 只要这个斜线我们大概拿差不多这个角度对吧然后呢拿过来对就好了他这个东西反正哎 哦他反正不能给我挪是吧没事我在画呗 然后这个好像是一个一半的一个高度对吧没有关系反正我们在画啊把这个给剪一剪然后呢这两根线我们我要水平的水平 然后那这个角度啊反正两边会到时候我肯定会让他一样 七十呗然后这边也是七十呗 两边的七十的吧那两边的一个角度都ok了ok了以后然后就这个跟这个点然后就mit point啊也不是mid point consistent好对那这样就ok了那算我们试一下啊 然后就是那个full or both对就是两边都剪掉不要啊 然后看看可不可以啊我过来看一下啊 从其实怎么去对了通常是这样子啊这一边这个角度然后这个拉的跟他差不多然后一看啊好那个我们这个偏钱了那我们丑度过去再改一改啊 然后这时候我们弄一个那个什么就是一个长度给他好吧200 200肯定有点短那就没关系可能就我们还是那个那个对 可以看下啊200那没关系那我们就这里吧这个点跟这个地方我们给他设定个100给他分钟对吧 给他一个决定值那这时候上下我们再给他一个数值吧30 对30反正就绝对定义马反正可以就给他绝对定义一下呗 然后这样子应该差不多看起来啊然后再下来我们需要到我们的一个肉视图然后就是图我们可以看得到那这时候对 其实有这个就方便很多这次那我们也是要sketch也是这样子啊然后呢就要 对然后这个线我们已经有了再下来我们我想把这两根线进行一个不是平行我想把他们就是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然后狂念你了 再下来再下来一样30我们一样就数字房跟那边一样30啊 啊不是啊对啊好像30吗难道不是啊在60好像是你不是60吗难道我设定了 然后是其实 嗯 反正要看起来跟那边斜度差不多就ok了80吧 好这边80吧可能是哦可能是两边的角度不一样懂我懂好然后再下来这一边的我们给他一个长度是100 140吧因为这边看起来比较宽其实到时候导致会比较细啊140140以后到这边就20啊 啊20啊可以那我们就这次这样子然后就试一下 x3点看然后那个4哦哦两边都剪掉对 哎你看到好像有点样子啊 差不多可能是我这个啊我这个厚度没有他那么厚而已啊就差别再给你看人家这个厚度比较厚啊那我这个没那么厚啊这个那我可以看起来的 可能就是七块给他改改开吧那我就可能改改我改个无法可以吧没那么厚啊 啊反正没有什么影响啊照是减啊凡是一样啊然后这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打个小圆角是吧那我们先打个圆角给他啊那导演讲我们可能就到哦就正常的圆角就可以了看下边看下怎么样啊是是是够的了是是的话 啊对然后再来这边这边这边还有点错了呦啊行吧反正统一吧这个 对反正也可以这样子在这里 好那这时候我们打个圆角把它完成啊反正咱们重点就画个外观反外观像那就可以了那现在这么看他可以啊反正这些部分该出的还是出啊我们还是就我这个偏气了还是还是觉得啊那没关系反正我这样画啊然后再下来我们就把这个顶面这个铺面怎么画呢里面这个铺面其实啊很简单啊好那就是我们前面之前一开始画这些壳的时候吧 有生存过有生存过两个面吧你记得吧那我找一下那个是呃对我们的pam1啊pam1对吧那我们现在基于这个pam1对吧 然后再设定又高一点的那可能就十就可以了一个面这样子啊然后在这个面上面我们继续那pam1当然我们先那个sketch对吧等一下sketch啊我要做什么其实你们都知道啊就对就抽抽一下这条线 现在也那其实你会发现算是关键性是不是一环扣一环对当你其实看现在步骤那么多的时候其实顶多就改个圆强了其实兼顾不了那么多因为现在要求效率太高了他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产品要有的一个效率就是什么东西多快那要快了这样那个质量吗这样就是要降低啊说那这个很正常啊所以就对这个嗯嗯然后这样 好那这时候有一个点对然后我们就ok那不知道之前有没有讲过就是说啊就差点准处好先出去一下啊然后呢点一下这个loft loft的话就这次就很简单这个1那就选一下这个2对然后你们看到他他是直接可以生成一个这样子的区别的对那你看是可以的哎这个铺面就出来对然后差别有什么问题啊对 对我们还要回来这个pain2我们还要再给他弄一条那个sketch能看到吧那这个sketch那首先我们把我们的loft4给删掉啊那个loft4我们先给呃对关掉也可以反应啊啊怎么说都行啊然后这时候一条线然后那一个不行还是要把它删掉不然我看不到啊我通常就是delete 对然后再下来把多余的这个pain这个给关掉吧好那这时候我们回来这个pain2啊 pain2对pain2然后我们sketch 啊真的是好点那个三年曲线一个第二个然后这样子对那我们这时候选择点这个点然后看一下啊这个点的话我们给要拉条辅助线啊之后曲线的话每一条都有那个小箭头的呃对反正就是这一次我们找一条那个 把问他是一个水平的然后tangent就可以了因为到时候转的时候呃让他接下呃转的时候很顺很多啊然后这时候这这边的话就不用管他了这边的话反正就是 这边我们可能就看那个曲率给相对调整一下就可以了啊那几乎这样子就ok了啊然后再下来我们就开始我们的一个曲线啊然后首先service 那不过不说是那个老子然后对也是一样那一个一然后二那再选择文字的曲线对老子说我们这个铺面其实算是ok完成了好这时候觉得是不是可以